大家好,我是班大帅 欢迎收看本频道观察来关键一下目前国服S1捷克 这套奖斗方面的话, 咒术杂技武女加祭司 这套这套奖斗其实还不错 因为这套奖斗并不扎实 所以说我觉得捷克还是挺有机会的 但是这套奖斗你说真打不了吗? 也能打,这咒术诗 其实是克制捷克那把好手 顺便说, 这个捷克我刚看下剩率啊,87%点几 我们期待一手 我觉得这把的话其实比较的拼操作的 因为两边如果说操作顶起来呢 我觉得都有机会 杰克操作起来以后呢 这套这种比较反串很漂亮 杰克操作起来这套这种比较偏脆的 一波防守他可能就是奠定他的胜举了 但是如果说前期牵制起来 比如什么众术啊什么的搞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把围穷者也有可能通过前期牵制 中期的一波小打架 他们打不了大架 就一个众术师也打不了太多 最多祭司这边翻 一刀污热带 好的 杰克这边是一个闪现 踩一个雾气加速跟上 祭司续出最后一个洞 还行吧 我觉得这波击倒祭司的一个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把祭司的洞全给耗完了 后续祭司就算被救下来 他也就一个洞 而且球人这边的话来救还没那么稳 省下这个闪现了 诶 雾热这边的话早了一秒钟 不没关系啊 这边的话 刀是已经准备好了 雾气是有的 所以说这边 即便砸头也倒了 这边砸头也倒了 挂过去 干扰这边杂鸡的密码机 第一波的话 两边是一个55开 杂鸡这边救人 外面两个队友修机 杂鸡如果说能够卡半救下来呢 我觉得这群穷者 可能可以保平 如果杂鸡这边吃个双倒呢 杰克就真胜了 还是看这波吧 还是看这波 武女也要来吗 武女也要来 这个机子会偏慢一点 八一盒 减速减上 一刀无人甩中 漂亮 可以追双倒 打中的是祭司 打中的是祭司的话 那这边杂技拉走 武女这边的话 八一盒给你一个 踩了 然后武女这边的话 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当这面修吗 祭司的话 拉到一个不干扰队友密码机的一个地方 众术师的机子能修 然后这边杂技的机子 应该也能点掉 祭司这个位置 好像还是干扰到杂技的机子呀 他这边还是干扰到杂技的机子 他还想 杰克这边的话 他不会带的是个底牌 要踹失常嘛 挂过来 带的是个底牌 这里的话杂技不能强修啊 杂技这边不能强修的 杂技肯定要倒 因为闪现有 误刃有 一刀误刃漂亮 那这样的话 这里待会看情况 切个失常都可以 一刀先打 救下来 手里面有闪现 看这个闪现能不能省下来 省下来 这把杰克一面很大 核心问题还是 祭司这里兜兜转转 还是绕到了杂铁杂技的密码机 其实他刚才往独洞走 走死角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还行吗 这边的话拉开了 一刀误刃漂亮 很果断 杰克的话 这把误刃好像没空过 呃 武女的能修掉 咒术师这边 把队友的机子补掉 可惜问题就是 他们这波其实 打的有点多 然后呢 那个就是武女 刚才那波过来 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呃 稍微耗费了一点时间 不过他本身就是要来修 这边机子那边 哎 别个 这边一个漂亮的飞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最后单机子差一半 嗯 我觉得杰克迎面还是挺大的 因为他有个底牌 他有个底牌 他这波是这样子的 现在如果闪现交了呢 他立马切一个传送 100秒 求人被修机子 他也要一段时间 然后再加上救人什么的 其实是如果说能够通过闪现快速秒人 他在切传送 开门战应该是有一手传送 可以用的 开门战有一手传送 哎 这边如果说秒掉这个武女的话 这边压住遗产机就正好了 很可惜 这边一个滑波漂亮 那这马的话 武女的两波牵制是牵制到位了 两波牵制牵制到位了 找到杂技 咒术是外面机的重启 杰克这个 确实这个闪现不太好教 这个确实这个闪现不太好教 来回拉扯 能拉扯的东西不是特别多吧 只能这样讲 杂技绕过去就补机子 这边杰克好像意识到了 过来找杂技 我觉得这个闪现要交 他要赢的话 这个闪现一定要交 这个闪现留到开门战 传送来打 机会不大 这里误认是肯定能达到的 讲道理是能达到的呀 众术师这边补 武女这边补两台机子都在修 把杂技打扮 然后这边过来再打 再打的话 众术师这边待会有三成孤 这个开门战我觉得机会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的机子一定是能够亮的 然后杰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他这个闪现就更加不会交了 这个闪现就更加 这个技能就更加不会交了 就开门战的时候 看是我闪现秒人 还是说我误认秒人 然后切传送再去留人 这码的话一个转折点 还是在于武女的这两刀都没有吃上 武女这边但凡吃到伤害了 我觉得这局配合闪现把这武女秒了 这个局就拿下了 现在的话那边机子差不多好了 这众术师又打不了 而且这边众术师手里面四个孤 我觉得趋向于一个平 趋向于一个平 而且他保证的是最好有一个半血的人 他能够通过误认去快速秒一个人 想把众术师的孤逼掉 这边的话求者 落地误认 飞轮躲 没能躲成功 密码机点亮 众术师这边五成孤 五成孤交个小孤就行 交个小孤看情况 闪现一刀好的 这个小孤其实 我之前看他们有些职业学手玩的时候 是小孤就是在杰克 或者在对手的射程范围之内 闪现范围之内就是疯狂的 疯狂的 杂技这边想来捞一波人 这个好像似乎 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这你万一来了 没捞到 这可就是多送一个呀 砸击一颗球跳 这边杰克有隐身的 武女这边也要过来 那杰克这边再绕回去 先看情况 先看情况 先把这个平稳稳的保住 误刃甩一刀 快速进行身 走了走了走了 这个距离应该是赶不上了 可以吧 两边都能接受 杰克就是中间那一波 没有抓到武女这个点 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武女打得好 确实这个武女打得好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改了个本期 下次见 拜拜